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小故事大启示 点亮你我迎向卓越的生活方式 我亲爱的朋友你好 我是张德仁 欢迎您来到绝妙启示录 你我在人生当中 都会有一些绊脚石 让你我跌倒 但有一些人 把绊脚石当绊脚石 但却有另外一些人 他们把绊脚石 当作是垫脚石 过去 有一位拳击高手 他参加拳击比赛 很有自信 他认为他一定可以勇奪冠军 可是 很不幸的 到最后一场决赛的时候 他遇到了一位实力相当的对手 这个对手 这个对手 几乎使他难以招架 这名拳击高手 他警觉的 很奇怪 在好几回合的对抗底下 他竟然找不到对方的破绽 而对方的攻击呢 却往往能够击中他的弱点 击中他的要害 当然 比赛结果可想而知 这拳击高手就惨败在对方手下 也失去了冠军的宝座 这位拳击高手 他很懊恼不已地下台 下台之后 他就去找他的教练 并且请求教练 帮他找出对方的弱点和破绽 教练笑而不语 在地上画了一条线 要他在不能擦掉这一条线的前提底下 想一想 如何使这一条线变短 当然这名拳击高手 左思思右想想 苦思不解 到底如何能像教练所说的 使得地上的那条线变短 想不出来 他最后放弃了 而跑去找教练说 教练啊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请您把答案告诉我好吗 教练很简单 他就在原先的那条线的旁边 画了一条更长的线 两相比较之下 原来那条线 看起来就变短了 这时候教练开口说话了 教练说 夺冠军的重点 不在于如何攻击对方的弱点 夺冠军的重点 是在于你知道自己的弱点 然后把弱点给改过来 变成你的优点 原来挫折 是让我们发现弱点的秘方 弗兰克林也说 令人受伤的事 会教育我们 令人受伤的事 会教育我们 所以 如果在你我人生里面 出现的挫折 逆境 受伤 痛苦 我们换一个角度 我们换一个角度 我们从其中去学习 从其中去领悟 把绊脚石 变成 垫脚石 让挫折 来发现 你我从来 所没有留意到的弱点吧 希望今天的这则故事 能够带给你我心灵 极大的启示 我们下回见 我是张德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